各位跟头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篇文章好了 因为我这个已经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但是我看到这边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来自哪里呢 来自这个佛光山出的一个人间福报 它是2021年的10月4号 星期一的纵横古今第14版 的一小块大概是读者的投书的观点评述 写这个文章的人叫吴宏信 是谁我不认识 但是他讲的东西我很赞同 就是他这篇文章的那个名字叫做 《浅谈古文存废》 所谓古文就是所谓的文言文 那这个中国大陆把这个中国话 就是国语我们讲的国语 中国大陆叫做语文 那那个我们的国文课 他们是语文课 那那个当然国文系还是国文系 但是外国人来学中国话的时候 来中国那个这个文学的时候 中国大陆叫做汉 叫做汉语汉语 那当然除了汉语系还有蒙语系 回语系这些吧大概是这样 但是那个讲到文言文的时候 他们会讲说叫做古汉语 古代的汉语 其实这个话讲的 我是觉得有点笼统 文言文就文言文 因为文言文是在一个通用的 也就是在做官的人 所有的官话 官话里面在奏折什么 是写的文言文 那并不是说是什么古汉语 古代的汉人才用的语言 不是这样子 这个文言文是一种通用的 尤其是在水准以上的人 读书人才用的 一般老百姓凡夫走出 他就用礼语 就是用方言 那我们看看他这个人 他写的东西 我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 他这样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他说大学国文课古文 口号一称文言文是否必修 知识废除则有之 更改内容则有之 引发不少讨论 有人想更改内容 有人想把它废除 有大学生主张 不一定要修国文 连国文都不要修了 只需要学习写作等实用技能 他这边讲的写作是指的应用文 就是公读 就是此读 就是写公用文书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什么法院的判决书 什么的 还有一般人的文字 简直是不堪入目 粗笔的可笑 但学者认为 学者指出 年轻一代欠缺成传中华文化的使命 不解古文才是写作养分的来源 真的是这样子 写作就是 你必须要保读古文 不可会言 年轻学子语文表达能力变差 书写能力日渐低落 可说是中文的危机 教育部是否察觉到 这个不只要教育部 所有人都要注意 尤其家长 看所有的书箱门第 俗话说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 又有一句话叫做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赢 这我常常讲 这算我们的所有的 我常常拿这个当话题来讲 说明文言文并不封建 古版 以现在台湾的那个 有一个作词家 有一个作词者 叫做才子方文山为例 他的清华词 那几首歌跟周杰伦配合的 所谓清华词 藍庭序等歌词 常引用 江浸久 藤王阁序 这些都是在高中国文课本里面有 藍庭及序 古诗词 成为联考 台湾的联考 大专联考 及论文的题目 还有研究所论文的题目 甚至于被大陆教授所引用 方文山 可见古文对填词有莫大的影响 各位方文山先生 他并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他的学历是 台湾某一个高级职业工业职业学校 毕业的 就是高工 高工毕业的 他人长得也不是奶油小生的样子 也就是一般来讲的那些那个戏曲里面那种小生的样子 他不是一个文弱的样子 他长得并不是一个非常的这个 那个你所想象的 也就是文 人跟 你光看他的文章 你看他本人 你没办法逗上 逗上号 他人 人是 人长怎么样 你如果说你真的熟视他的话 你去搜吧 简单讲是这样子 可是他的文笔确实好 公认的好 包括我在内 我也公认的好 因为他如何这样 也就是说 我刚刚讲 为什么讲他的学历 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 所谓的这个潜移默化 文字的潜移默化 就在这里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写文言文 喜欢写那个对联诗词 这些东西 我父亲就笑我说 你要写给谁看呢 难道说你一把钳子 一个钳子有两个把手吗 所以你把它 你把它刻在这个左右把手上 又对联嘛 这是我父亲以前 以前那个笑我是这样 同样的 方文山是一个工业职业学校毕业的 高工毕业的人 那你说他的词 他词现在大家传送 我最最感人的一个画面 就是中国大陆武警 武警部队的那个合唱团 几百个人穿的军服 在那里唱什么 唱青花词 青花词我还不会唱 所以实在话 而且还把它那个曲子 当然他是做 他是做词了 把那个曲子用交响演奏 很多大陆人都是这样 好像那个曲子是 那个周杰伦做的吧 但是他找方文山 方文山何许人也 上网搜一下吧 他并不是你想象的文若书森 那个长相 也不是那个文采外线的那个那个长相 那就是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潜移默化 没有被发现 没有文采外线 但是他的文字在在歌词里面有 好接下来 现今不少文字词汇人来自古文 要书写上层的白话文 必须受过古文训练 所谓古文也就是文言文了 新新人类创作的火星文和冷笑话 恐怕难登大雅之堂 确实是这样 很多的那个火星文我都看不懂 提上白话文的胡适先生 以及台湾文学作家赖和都精通古文 也就是精通那个文言文 虽然他们都是主张白话文 要废除文言文 可见古文并非落后八古 另外像那个秦朝的李诗 他的简竹课书 李诗据说是一个口籍的人 讲话结结巴巴的 等等等等 我我我我这样子的人 但他文字很流畅 也很精彩 那据说那个小传是他发明的 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 这是那个李诗的简竹课书里面 当年人家排斥他们 所以他们是外国人 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当大官 会对秦国不利 精炼又有典故 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表达意境 若懂得善巧运用 并能发挥画龙点睛之妙 常言道要毁掉一个国家 就先毁掉他的文化 没有错 你想要毁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台湾文化 眷村文化 你就把眷村全部毁掉 这就是一个典型嘛 现在台湾不是文化大革命局 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吗 把资深的眷村人像我这样子出生 在眷村出生长大 一直到现在67岁的人 赶出眷村 说他们要搞什么 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那军方跟着一起起哄 然后这个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大家都为了发财 一切向前看 这个国家就亡了 不亡才怪 所以就说要毁掉一个国家 就先毁掉他的文化 要毁掉军眷人 就先毁掉他的家园 所以我常常讲说 没有家哪有国 你现在要讲什么 爱国爱国 爱什么先爱家吧 你连家都没有 你爱什么国 爱死寂寞人 不是爱死寂寞人 那个流浪民族 那你说你要他爱国 他没有国 他流浪 四处流浪 那文化是国家之母 要持续提升和升值台湾的文化实力 必须将古文好好保存发扬 所谓的古文是文言文 我这边已经讲过好几集 都在讲文言文 因为现在的人文言文能力太差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汉文 新加坡 日本韩国 还有美国将中文列入必修 因为中国是个大国 而且人口众多 而且现在国力强大 所以一定要到中国走走 要到中国走走 你必须要懂中文 所以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有很多中文课程 因此中国大陆想搞统战就搞了孔子学院 我说过要搞孔子学院不如搞我的根毒堂 后面这个根毒堂 根毒堂才是王道 就是因为很多外籍人士专程来台湾学习 就是因为台湾还保留了传统中华文化 应该让白话文与古文也就是文言文兼容并蓄 一旦将文言文删减或者废子 则下一代的中文程度将令人忧虑 这篇文章是在《人间福报》里面登过 那我个人是完全持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文言文 因为文言文它是一个非常精炼的文字 就是言简意概 另外它还有一些就是对仗的一些 一些那个篇文 就是它是对仗的 让你产生一个音韵韵律 它是讲韵律的 那还有跟诗词一样 它是讲韵律的 所以你读起来很容易记 而且对方听了以后很容易被洗脑 所以文言文是很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看古代的那个奏章 全都是文言文 好多文章都是文言文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好了 我手头随便一拿就是 比如说唐宋八大家 文选唐宋诗词 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 他们写的全都是文言文 那才能够传释 要用白话文想要传释 非常困难 为什么 白话文没有押韵 还有它没有很深的 就是 就是依据有多种解释 多种解释 我曾经讲过说 借物 勇士 就是借着某一个事物 来隐身解释 那在不同的情形 它有不同的解释 这就是文言文的意在言外 的那个余波荡漾的功能所在 而白话文没有这个 所谓的韩语所谓的文以在道 那个文是指的文言文 不是白话 白话文就像我们这样说话 空口说白话 讲完就没了 随着空气就散掉了 文言不会 文言文就是讲完之后 你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 终身不忘 而且永智不学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文言文不得废止 反而要加以推广 但是不是要在学校推广呢 未必 因为很多的很多的那个大学生 他们在课 专业课程里面 已经忙的焦头烂额了 所以应该要在社会上 比如说像我跟读堂 像我在讲的东西 前一阵子 我讲完了整本的那个 清朝末年的那个大学问家 于悦写的那个 右台仙管笔记 那我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是用白话的方式讲 但是优美的文言文的部分 我也把它原文念出来 原因就是它的原文是 是文言文的 虽然是清朝末年的 但是它那个文言文 有的时候很优美 它的叙述方式非常简练 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技术 技巧 文字技巧 那我在讲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白话讲出来 直接帮你翻译 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 我的那个国文老师 王振子先生 他是我的恩师 他就曾经当众夸奖我说 我们发考卷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国文老师 王振子先生说 吴忠诚同学 他没有按照那个课本上的注释死背 来翻译文章 而他用他的方式来 很通顺的翻译了文章 翻译了古文 而且非常达意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他给我很高的评价 因此我对这个文言文的阅读 对古文的阅读特别有兴趣 就是从他开始 以上跟 那时候我只有13岁 12岁 13岁 以上跟各位分享 文言文绝对不能废 中华文化在台湾 不在大陆 这是我们在立即所在 如果你一定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来把它推翻 那就是王国的前夕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